第二月 最左邊這個圖呢 其實就Priantium定理 那麼 廖偉恩同學呢 做完Priantium定理以後呢 他又從Priantium定理呢 證明Basca定理 Basca定理的圖呢 在這邊沒有出來 Basca定理呢 講得很簡單 就圓錐曲線 內接六邊形 三個對邊的焦點 三個對邊NN的焦點呢 落在同一條線上 那麼這個定理呢 Basca定理 其實就是 據說是Basca在睡覺的時候 想到的一個定理 睡醒了 他把他證明出來 那麼 在另外呢 在這個圖呢 右邊呢 右邊這個是Panzer的定理 這個定理呢 這個定理是 其實呢 是過去這兩天 因為我們給他口試的時候 我們問他呢 他想做什麼東西 他又提到說 他想呢 再證明Panzer的定理 那結果呢 在昨天口試的時候呢 他把Panzer的定理的一個特殊情形 證明出來 這個特殊情形是這樣 在有兩個圓椎曲線 那 有兩個圓椎曲線呢 假設呢 你從某一個點 你做切線 那麼 譬如說 現在呢 是做了三條切線以後 回到原來的地方 那麼呢 你在任何其他的點 也是 這樣用這種方法做切線的話 也都可以回到原來的點 那麼當然Panzer定理呢 還更複雜 還有甚至在30年前呢 Griffith 還把他推廣到 高維度的情況 用很多很複雜的數學工具 這個 我想廖維恩同學呢 在這兩天 能夠做出這個Special Case 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謝謝康昌明教授的介紹 接下來 我們請到台灣大學 羅清華副校長 為我們頒發第二個銀牌獎 廖維恩同學就讀於台中一中 得獎作品為 以國中幾何角度看圓椎曲線 指導老師為柯建章 謝謝羅清華副校長 接下來請廖維恩同學 發表簡短的得獎感言 我其實很感謝邱晨童數學獎 可以讓我有機會 把我自己平常在家裡 自己平常沒事 自己算的一些數學筆記 還有把它做成專題 然後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我的作品 那我也很感謝我爸媽 因為我上高中後 突然變得對數學很有興趣 那他們也一直很鼓勵我 不會叫我去讀什麼 他們不會刻意叫我去什麼 選台大醫科或者是台大電機 他很支持我朝這個方向努力 那真的是也謝謝大家 這次觀眾能夠來這邊 一起參與 那這是我的支持 謝謝 恭喜得獎同學 最後請台灣大學數學系 王金龍教授 為我們宣布第三個銀牌獎得主 並為我們介紹得獎作品 第三位銀牌獎得主是 私立正興中學王玉萍同學 王玉萍同學 王玉萍同學他所研究的問題 是一個大家看到這個應該就有點嚇到 這是一個國三的學生 所交出來的這份報告的一開始 把我們評審團全部都想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調查一下 這個是不是哪裡超來的 所以事實上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林長壽院士 我們特別請那個 王同學來到這個台大數學科學中心 我們對他先做了一個 兩小時的interview 那這個interview呢 完全跟他做的東西沒有關係 我們完全只是 要求他把他做的這些東西 裡面的最基本的數學做給我們看 譬如包括微積分是什麼 微分的定義是什麼 積分的定義是什麼 微積分定理是什麼 微積分定理是怎麼證的 然後從一路走到 負利液變換是怎麼來的 負利液inversion formula是怎麼證明的 結果他在中間過程中呢 偶爾會卡住 我就問他說 他就講說 這個都是他以前小五的時候想的 所以他現在實在想不太起來 他要慢慢想 那我們聽了也覺得三條線 覺得好吧 就讓他多一點時間 不過原則上就是說呢 我形容王同學有點像是在一個 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撿到了九陽神經跟九陽神經 兩本互相抵觸的武功秘籍 然後自己在家裡就練得起來了 所以讓我們非常膽戰心驚 那我其實這樣的小孩在台灣很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們其實要怎麼樣有一個很好的機制 來幫忙他們 這個 那回到他這個研究的主題 這是一個所謂的 sudo differential operator 它是一個Laplace算子的rational power 那這種算子你要定義它的話 必須要先透過一個積分變換 然後這個是一個convolution operator 然後在這邊 我不適合在這邊解釋太詳細的 數學的事實 我只是想要讓 我想任何念工程的人 念數學的人都知道 這是一個研究所程度的一個東西 那王同學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知道的遼如指掌 他也有很多地方 他是用他超強的這個想像力 去克服這些問題的 那無論如何他也理解 在做這種無分方程解的問題 最重要是要做什麼 下一頁 所以他事實上他的題目是叫做 Symmetry property of solution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們在問他說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他說 symmetry在物理非常重要 這句話也有把我們嚇一跳 我想說你怎麼知道 symmetry在物理非常重要 那他這個確實對科學有一個早期的一個相當好的Sense 那他這個在證明這個解的對稱性的時候 他發展了一個很奇特的方法 這方法相當複雜 我在這邊不多做解釋 基本上是把空間切割做比較做估計 那其實他是相當相當好的一個作品 不過因為在決賽的時候 我們評審面對當你使用很高等的工具的時候 我們就用更高等的標準來要求你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所以很不幸的是在這個評審的階段中 評審團找到了更簡單的證明 所以使得他 這個正簡單的證明就是說 當你的高等數學學的足夠多的時候 確實是可以了解到一個比較快速的證明 那當然這並不是說明 王一平同學的做法沒有更大的前瞻性 也許在改變問題之後呢 我所列出來的這個所謂的空間切割的比較的方式 也許他會有他的前景 不過這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只能獲得銀牌 因為他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因為他今年才剛升到高一 我們對他是有相當大的期許 那這就是我對他作品的介紹 謝謝王金龍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到台灣大學數學科學中心 林長壽主任為我們頒發第三個銀牌獎 王一平同學就讀於施力振興中學 得獎作品為A symmetry problem of elliptic differential operators in the potential theory 指導老師為呂正鋒 謝謝林長壽教授 接下來請得獎同學發表簡短的得獎感言 要說什麼呢 我覺得我要講王金龍都幫我講了 不過就是謝謝評審團對我這個作品的青睞 然後也感謝我父母親 破例讓我用電腦打程式打到兩點 也感謝我的呂正鋒老師 就是我的指導老師 他其實是我的國小老師 因為我們就睽違三年了 然後我就Email一封信給他 然後他就說 可不可以幫我指導這個數學獎 然後他就絲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所以這一點也是要非常感謝他 然後就謝謝大家 恭喜得獎同學 接下來頒發秋成童中學數學獎金牌獎 得獎同學可獲得證書、獎座及獎金六萬元 日後得獎人若就讀國內外數學或應用數學系 還可獲得四年共四十八萬元獎學金 另外指導老師也可獲得證書、獎座及獎金三萬元 我們請王金龍教授為我們宣布金牌獎得主 並為我們介紹得獎作品 金牌獎得獎是 北一女中陳學儀同學 恭喜你 陳學儀同學所研究的是 所謂擬壁式三角形的研究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個直角三角形 如果它的三邊長都是整數的話 這就是所謂的壁式三角形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基本很長久的問題 它的所有的解的一般是也都是熟知的 它可以用兩個參數 m跟n 做一個很簡單的組合可以得到 那理學儀同學他的出發點就是 如果我們把這個其中 直角這個地方改成不是直角 譬如說他把它改成如果是120度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是不是仍然可以把這個三邊為整數 這所有的解答呢 都把它寫出來 那麼事實上呢 他用了一個很標準的 所謂的這種 你找一個參考點 然後做一條直線 這樣就會跟這個 因為這個東西根據語權定理 所寫出來的條件 ABC所滿足的 就是一個二次方程的規律 所以很容易可以知道說 你搭出一條線 會只有交一個點 也用這個方法呢 也可以得到它的基本的參數式 其實這個是非常唯有弄的 任何一個只要稍微 學過數學多一點的人 高等數學多一點的人 也都很容易寫出這個答案 雖然這個對高中生 可能還不是非常非常容易 但這個部分當然不 impress評審團 最重要是他導出以下這個 很奇妙的所謂最大面積定體 他考慮如果在這三邊裡面 你固定最小的這個邊 叫做A 好 這是固定的 那麼他去找出 所有的這種擬幣式三角形 就是說ABC都是四整數 這是120度 這個情況之下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種三角形會不會有無窮多個 因為一開始看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事實上 陳同學發現 其實他是用了很多電腦 我們現在知道同學做研究 很喜歡跑電腦 這是幾乎所有現在中學生 做research的一個標準的process 跑了很多數據 然後猜測了很多東西 很可惜的 常常很少得知任何證明 或者是 就是說常常停在那個位置 那陳同學很不容易的是說呢 他發現 其實 他是有一些規律 而且這規律可以整理出一些 可以證明的敘述 他發展的一些步驟 他證明了所謂的最大面積定體 就是事實上 當你固定這個最小邊的時候呢 他這個三角形的個數是有限 而這個最大的那一個 他的周長跟密集都會是最大 事實上他可以完全的把它寫出來 他可以把它 就是當你最小邊是G數的時候 就一定是上面這個表示式 K是某個整數 當這個A是偶數的時候 他一定是8的倍數 然後他也有一個這樣的表示式 其實我們評審團特別impress的是他的做法 而不是這個結論 他怎麼樣從一個複雜的問題裡面 歸納出一些可以證明的中間步驟 當然如果只有做到這裡的話 恐怕在剛剛的銀牌的競賽者中 他還未必能夠脫穎而出 真正重要的還是在最後一天的 他的表現 所以下一頁 事實上在8月4號的第一天的口試的時候 他已經講完第一頁我說的這些東西 當時評審團有兩位老師 分別提出了兩個問題來問他 第一個問題事實上也是他在作品中 他自己寫的 他2.6這是他的討論與未來掌握 他自己說 他希望能夠去討論說 因為他既然討論了120度 大家都知道這個有所謂的廢馬點 就是說在一個三角形中 你要找出一個點 讓他是剛好是最小路徑 這個就是120度假小 這個是很有名很古典的一個廢馬點 那他想要問的是說 他所做的這種所謂擬幣式三角形 可不可以把三個鬥起來 變成一個三角形 那他自己想要做這個問題 可是他還沒做到 所以我們就逼他 你還有24小時 看你能夠完成多少 Tensor他沒有把它完全做出來 但是他做出了一個還不錯的結果 是說 假定你現在通常做廢馬點 我們知道就是做一個正三角形 三個正三角形把它連起來 這都是很熟知的 他的判別法就是說 如果你考慮這個角度叫做cos cosθ 如果這個cosθ不是有理數 不是一個分數的話 那麼就不可能有這樣的解答 所以那當然這是一個相當 general的條件 我們覺得還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這是第一個他的 improvement 當然這個條件可以用在任何一個位置 那下一頁 那他的另外一個在這24小時之內的進展 是關於為什麼一定要討論120度 事實上當時我們康教授給他一個問題 就是你事實上只要這個cos是任何一個有理數 任何一個分數 你不用管這角度是多少 你任何可以考慮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當然就比較進出比較深刻的 數學 假如大家對數學同仁就了解 這是一個比較困難的cosθ的整數的問題 這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他也相當相當的努力 他事實上做了一個spatial case 他說譬如說cosθ如果是5分之3的話呢 他同樣可以做出這樣的角度之下的 你必是三角形 而且做出非常漂亮的結論是 在做這種三角形的時候 最困難的一點 不是只是把一般解寫出來 而是寫出最小的一組 讓他三個數都是互值的精確條件 那麼他把這精確條件完全做出來 也就是當m跟n這兩個數 這兩個參數呢 如果是一個是奇數 一個是偶數 他一定要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他所做出的一般事呢 就是一個互值的結論 我們很喜歡這樣的一個 就是相當完整的 有數學flavor的結論 同樣他得到這些結果也是